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联的朋友 可以免费执行我任何问题 不收任何费用 小胖哥最近打算招代理 如果说有好的建议给我 采用了一个回报 前往都可以找到三联小胖哥 我这边呢 是商标级的一个官方代理 我用电商服务呢 也搞了不少商标 就因为天天都在用 我这边一直也在出 各种各样的商标授钱 我自己的商标算是比较多的 入住京东开店 入住各大电商服务 天天都在使用商标 哥哥之前呢 我有帮他注册过一个商标 我之前有讲过 就是因为被别人稍微晚了 提了一天 结果这个商标就丢了 被打回来了 那他又过来找我 他说胖哥 我打算再注册一个商标 你再帮我查一下可以吗 我说可以 你把名字发给我 他把名字发给我 看了之后 他说胖哥有空查一下 就是两个字的一个商标 我说你想注册多少类的 是哪一个列别 你告诉我大概是做什么 他说我想注册一个超市类的商标 我说超市类的大概是在40多 也可以是35类 就是你自己看一下 最好是卖场型的 就是35类的广告服务 万能标这个列别 他说那就35类吧 你帮我查一下 我看了他发给我的名字之后呢 我直接跟他说 我说不用看 基本上没什么用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这个名字呢 大众化很严重 我基本一看 我就知道这个名字被别人注册了 因为这个名字呢 太好听了 他说我查了这个 好像是没有人注册 没有被别人注册 我说稍等 我给他截图 给他截图看了一下 我说这个名字呢 是有人注册的 一大堆的驳回 一大堆的注册 他说你看看上面 那是没有一模一样的 我说你给我的名字呢 是两个字 比如说叫安踏 那你给我名字是叫 两个字是安踏 上面的名字呢 是叫踏安 反过来他也是算的 因为电商化 电子时代呢 不管前面后面 顺系正反面 只要有的 那就算 商标级算的是一样的 你这种一样的 你就纯粹的去送菜 因为之前我也有讲过 做电商 特别是做电商的 很多人会蹭这个 搜索的流量 常用的就是安踏 中间加一个心 后面加一个五 安心套五 这种就是蹭商标 我这边呢 也帮很多人注册过 这种擦边球的这种商标 慢慢的商标级呢 也变得非常清楚 他们也清楚这种商标 基本上是没有细的 注册商标基本上是 可以说两个字三个字的 都没有什么细 基本上被别人提了 每天我们国内 提的商标就是几万个 驳回也是几万个 这么多的商标提 这么多的商标驳回 那么肯定名字好的 是非常难的 所以说当大哥一发 两个字了 我不用看 我也知道 因为我自己查了N多两个字了 你看有什么热点出来 基本上分分钟就被别人给提完了 我自己这边呢 都一直没有 就愁没有好的名字去提 其实注册商标最难的 还是怎么样想一个 比较好的名字去提 改天跟大家聊一聊 此刻 好 好 不